最后一个问题 我就是再说一下 那个梅月芬 他不是上西方极乐世界吗 他这个人是在一个安养院里 往生堂往生的 往生后没有马上穿衣服 念了24小时的佛号 穿衣服的时候身体特别柔软 往生十分钟后 我们的心灵法门同修 就是说是参加 就是各自人 就是各自都在家里念经 持续48小时没有断 有的人直接祝念 48小时没断的给他祝念 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之前 念了21遍大悲咒 21遍心经 七遍礼佛 每拨三人 10点之后到凌晨4点 又每拨每人念一小时的大悲咒 就是说共祭念了大悲咒 6084遍 心经2268遍 礼佛念了756遍 就是说是今后有送往生 需要祝念的 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以吗 如你如法吗 就是此理开始一家 要看的 要看的 像他这种 因为他功德比较大 因为他没有什么业障 如果你弄一个杀人放火 就要走的时候 你也这么念 你们全体帮他背了 这么简单 为什么法师把人家背得厉害 就这个道理 因为你这个 因为法师他没办法 对不对 他接受供养 他就必须给人家念 对不对 像我们不接受供养 我们有选择的 那有些人气场很不好 我凭什么给你念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救他 我们不是不想帮你念 我们没能力 为什么要去做自己没能力的事情呢 很多人就给人家一念念了自己生病了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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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师父 您说的 人家 这个 您说的 这个当时您在图桌 妈妈修得好 真的是这样 人家就是 虽然没有 就是 他没有修心灵法门 但是人家这个老妈妈做人 做得特别好 这是师父说的 人成继国成 对啊 有的 有的 像这个老妈妈就很好 他的 他的孩子 已经是路式弟子了 但是 他这个老妈妈 还是很谦虚啊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有的 有的 已经出了路式弟子 他妈妈觉得功高我慢呢 好了 那你 你不就出洋相了吗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这个功德就不够了吗 你想想看 他的孩子做得这么好 住了这么多人 大家这么多人帮他念 这不是福报啊 这不是回报啊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有几个人有这个福气的 你不帮人家 人家怎么帮你啊 是的 是的 师父 你脚真的是感受很深 你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你硬性地帮助别人 到你遇到危难的时候 大家才来帮助你啊 对啊 因为谁有的同学 不广结善缘 不去帮助别人 只顾自己凶 那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谁来帮助你的 对啊 自私呀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自私的人 所以自私的人是不讨人喜欢的 自私的人 他是没有人帮助的 对不对啊 你不认为人家的话 你你你你怎么 就如果 今天他这个路是弟子 他的妈妈也是功高我慢 哎呀 到处去怎么指手画脚 看见人家怎么样 觉得他孩子自己是路是弟子 好像做得很很了不起呀 你说得看 他妈妈走的时候 谁谁来帮他助念啊 是的 这次都是同学最大的帮他 问题了 问题就是自发的 你想想看台长 我红发这么多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叫你们 替我放过生吗 是的 我什么时候啊 从来没问你们 要我什么东西 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大家对台长这么好啊 那就是自发的呀 你要让人家心里感受啊 对不对啊 对我们心里感恩台长 哎 这么简单啊 就这样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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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领导一样 他老为人民 谋福利 人民就爱着他呀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好的好的 大人师傅今天要找问题问完了